康盛人生集團總部設於新加坡 擁有招過十年營運私營持帶血腐的經驗 嚴霧片及新加坡、中國內地、香港及澳門 網絡更新延至印尼、印度及菲律賓 憑著豐富經驗及實力 康盛人生集團及聯營公司 獲得多項要求嚴謹之國際認證及殊榮 如美國血腹協會AABB 國際標準組織ISO及多國的衛生署 此外,我們亦已提供持帶血 給接近300個家庭作移植及治療之用 包括與香港馬例醫院進行 手中以私人儲存的持帶血 作自體移植的成功個案 康盛人生香港有限公司 於2005年成立 更在2010年擴展至香港科學園內 專為實驗室獨特需要而設的生物科技中心 現持帶血儲存量多達5萬份的新設施 更榮獲國際標準組織ISO及美國血腹協會AABB認證 絕對是香港最大和最先進的幹製包署全庫 醫護人員利用康盛人生提供的墨幣式血袋收集持帶血 此墨幣式血袋得到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認證 之後遲帶血會被送到康盛人生的實驗室 實驗室人員首先會核對樣本的身份 然後將樣本放入新聞安全操作台 抽取少量樣本進行化驗 然後將樣本與CPACS處理組件連接 預備進行幹細胞採集 康盛人生採用最先進可靠的系統 CPACS去處理持帶血 以採集持帶血内的幹細胞 CPACS是全球唯一得到美國FDA認證 全自動化處理系統 每次獨立處理一份持帶血 CPACS系統從未被生產商或美國FDA回收 絕對安全可靠 實驗室人員將血袋連同處理組件 放入CPACS開始處理之前 實驗室人員必定會先進行測試 以確保處理組件安全無誤 測試完畢後 CPACS立即進行自動化幹細胞採集 將幹細胞、控血球及血漿分離 自動化幹細胞採集的過程完成後 實驗室人員抽取少量樣本進行化驗及測試 之後加入抗凍劑將樣本放入 CruMix儀器 樣本保持在攝氏4度的溫度下 與抗凍劑混合 然後鋼細胞會被放入呈控降溫移 以每分鐘一度的速度將樣本進行緩速降溫 以確保鋼細胞的活性 降溫後的樣本會移送至MVE 抗感染氣態淡儲存系統 在攝氏零下190度低溫下作永久保存 除了磁帶血外 抗性人生亦提供磁帶儲存服務 透過獨家專利技術從磁帶中分離及培植 上皮肝細胞及間質肝細胞 這兩種肝細胞 均具有巨大的潛能 治療多種疾病 並幫助修復受損組織或器官 成功採集磁帶血後 醫護人員會將部分磁帶剪下 放入磁外合中指定的無菌溶器內 抗性人生所提供的磁外合 有別於其他磁帶血腐 內含有抗菌溶液及溫鬆液體 有助維持細胞活性及減低污染風險 磁帶及磁帶血會一併送往 康盛人生的實驗室進行處理及儲存 處理磁帶前 實驗室人員首先會核對樣本身份 隨後磁帶處理的一系列步驟 都在生物安全操作台內進行 以減低污染機會 之後 實驗室人員會將磁帶作進一步處理和清洗 再將磁帶切割分為細小組織 清潔後的磁帶組織將被放入多支特製的擴凍管 擴凍管內加入擴凍劑 以保障低溫冷藏狀態下磁帶組織中幹細胞的活性 然後擴凍管將被放入呈控降溫而 以每分鐘一度的速度將磁帶組織進行緩速降溫 以維持幹細胞的活性 經緩速降溫後的擴凍管會被移送至MVE 抗感染氣態淡儲存系統 在攝氏零下190度低溫下 作永久保存 康盛人生的處理方法是保存磁帶組織 將幹細胞保留在最原始狀態的好處是 可以保留磁帶內所有幹細胞的潛能 以便將來有需要時 以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分離及培植優質多量的幹細胞作治療之用 另外 康盛人生特別選用多個擴凍管儲存磁帶組織 客戶一致可使用一個擴凍管 而不會影響到其他擴凍管內磁帶組織的活性 擴凍管會被放入外包裝袋 防止交叉感染 康盛人生選用的MVE 抗感染氣態淡儲存系統 所用氣態淡儲存樣本 導絕樣本浸泡於液態淡時 交叉感染的機會 低溫儲存缸設計精密 能保持儲存溫度於0下190度 事實上 無論是磁帶血還是磁帶 只要儲存於玻璃轉化溫度 攝氏0下135度以下 幹細胞便可維持最佳狀態不變 實驗室人員會透過24小時 全方位實驗室監測系統 LMS系統 24小時監控實驗室濕度、溫度 及儲存缸的溫度 並記錄有關數據 確保持帶血及持帶組織儲存溫度 維持在最佳範圍之內 持帶血及持帶 是你保保最珍貴的禮物 因此 我們為你許下 康盛人生優質保證承諾 及你百分百信心保證 作為領導市場的持帶血褲 我們結成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透過營造員工的力量 於營商和醫學領域 均發揮康盛人生最佳的潛力 給予希望挽救生命 作為領導市場的收入 做好營商和醫學領域 請談好營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